这个比较快 而且杀完之后跟得很紧 是 连贯快 所以湖南队训练的一些 原来在张教练的带领下 训练的一些方法 那是拿中突击手中反攻 特别是到达包纯来他们 也不会打全中全手 因为那个开好体力了 现在高水平都是拿中突击手中反攻 这样的话比较省体力 也比较清晰 如果你打那个 一上去就进攻的话 容易把这个脑袋打懵 最后面不清晰 容易丢风 容易失误 而且又容易缺少体力 好球 这球也让高尊来的重心 是完全失去了 陶贝克要这样主动进攻 那就比较好 他有时在过渡的情况下 他也有进攻 进攻 包纯来队 包纯来是没有威胁 包纯来手长脚上 手球很容易 在这种主动进攻 半场的话 就下手就比较有威胁了 对 而且 目前包纯来这个西伤 还是 非常要小心的 因为接下来他还要打全英 那么这两位球手 接下来都是要打全英的球手 那么今天的这场比赛呢 对于他们两个个人来说呢 也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 在全英之前 一个高质量的一个对碰 对 也算是 一场高水的训练吧 对 因为印尼队对中国队 目前的一些担当呢 是 还是 除了陶贝克 后面的都还是差了一点 我们现在这几个人 对印尼队的威胁度 还是很大的 特别是林丹 基本上是没有对手 对 那么目前分数是18比11 包纯来申请 这个第一局的大局已经定了 比较有优势 18比11 我们希望陶贝克 对 接下来能不能也 再趁这个机会去 更好地去调整自己 那另外呢 今年全英赛 把3月8号的全英赛呢 中国男子丹打组的六名成员呢 是全部都参加 而且全部都可以顺利的进入正赛 刚才这几分球 这一段的一个表现 陶贝克方面 罗志老怎么看 他现在是被动 在被动之中啊 向外包出来的一些很主动 进攻啊 往前啊 步伐 都占点优势 在以往的情况下 在这种球 肯定 陶贝克一直不应该要求了 来又拼第二局了 对 在国外的经验 我看到打了很多次这样的球 而且爆春来呢 也是对今天这个比赛 准备的非常充分 是提前一天 去准备这场比赛 来到广州 哎 你看 如果陶贝克是在主动的情况下进攻的话呢 包出来比较难受一点 如果他都是可能在不主动也不被动的情况下 勉强进攻 哎 他这个球就 对包出来没有威胁 而且自己耗体力 嗯 因为进攻的人呢 总是体力耗的比防守的大 那么已经 到了第一局的尾段 19比12 反守 漂亮 你看轻松啊 对 他这种优秀的反守能力也让自己 不用轻易的老实去回到正面去赢球 有时候他往往一侧身就能做回这个球 对 他的协调啊 发力啊 柔软都可以 所以他就很轻松 嗯 哇 质量非常高 这个球 好 那么第一局呢 是 号称来优势 战胜对手啊 那么 第一局 打的时间也比较快 那么希望陶贝克在调整之后呢 回来第二局有更好的表现 第一局的比分 21比12 号称来胜 观众朋友 我们稍后时间继续来看第二局的比赛 第一局 爸爸 爸爸 你咬到个牙齿 他都流血了 啊 为什么牙肉又出血呢 我早晚都有拆牙的 试下李斯德林吧 拆牙 清洁牙齿表面 但还有残留细菌 因此口腔问题 李斯德林瘦口水 全方位拆菌 有助预防牙银出血 蛀牙 口气等问题 口腔健康新拍档 拆牙瘦口分两步 李斯德林 我鼻塞了 伸汗头牌通气鼻贴 他的专利散性刺激 扩张鼻汗 增加空气流量31% 呼吸顺畅 躺得安慕 哇 鼻塞通智 吃火锅和可可可可乐 爽过瘾 可可乐爽动美味 喂 胃脏消化不良 幼烦啊 为什么眼睛反反覆覆 脏肉动不起身啊 马丁林 帮助恢复胃动力 让胃动起来 远离胃脏消化不良 让胃动起来 健康胃伤 马丁林 所在进南圣景 老虎南城 地方可以做一些重新的敲击 现在我看到 我刚才问了他的教练国宝 因为他的脚可能还是有点伤 速度下不起来 我看到的第一句就是输在速度下 嗯 他的手 连续的重复的落点 也是反拍的使用 现在这个羽毛球的落点呢 特别像单打啊 就是现在是九个点 原来我们讲的四方球 现在其实是九方球 嗯 往前三个点 先你看林丹他们处理 你看现在这种球都是放中场 有党员网 党员网放中场 后场的也有挑中场 让你不好处理 我刚才也跟我们讲了哈 一共是现在最新的一个战术的使用 还有场上的分析 那么包括在往前的三个点 还有在中半场 中场的三个点 嗯 还有后场的三个 后场 所以九个点 现在你看林丹他们打球啊 你给中央他们打球 呃 都是有 有意思的放中路 有意思的跳给你中路 呃 你这些处理就不好 因为在练的时候都失定 呃 几个点的释放点 对不对 对 所以戳往前有时候 对方可能更好去准备下一拍 嗯 如果党员网你还不好弄下一拍 对对对 哈哈 所以呢 这就线路性很好 意思也不好 不是这样 这个算是没有掌握 哈哈 哈哈 开局阶段目前的分数是陶飞克3比2 领先曝春莱 那么第二局的开局打得比较艰苦 目前场上的比分3比2 陶飞克领先一分 10比2 包春莱不能急于求成 不能说先攻后守 包春莱应该是手中反攻 第一局赢的球都是手中反攻 这样比较真的 两位选手都是非常果敢的 使用这种对角线 半场了 这个手持练不高 半场了 这个突击很有威胁 而且包春莱刚才的预判也非常好 在给了刚才这个点之后 他并没有随便的去调整场上的位置 而是还是比较大胆子留在刚才的击球点 等待陶飞克的直线球 好 陶飞克在最后犹豫了这一下 对 自己也觉得非常可惜 陶飞克现在也是心态非常轻松 在问到他对明年奥运会的一个准备的时候 他也表示是带着享受去打球 现在他打球都是带享受系的 不像以前那么拼 而且他都是打思路 打球感 找感觉吧 今年的还有全英赛 速定慢杯出公开赛 明年的奥运会 讨论过今年的一个大概的计划 就是备战这些的比赛 按照他目前的实力来讲 今奥运会应该是没有什么事情 就是反派的过度 情况上来这球很有威胁 如果过来的话 如果在主动的情况下 这个击球点在前面的 他这个是位置大 有点勉强 对 分数是打到了5比5平 第二局看来双方在速度上 比起第一局是有所下降 但是 速度上面接近了 速度上面接近了 攻守兼备 还是 好 那哥自己也笑了一笑哈 在底线的失误 有时候这个一点点呢 是有风向的问题 啊 这也不是完全他手法问题 有风向问题 看两个球 几百 保险来这个球的意识非常好啊 男生起跳高球 高球 可以 加油 线上的球迷不断的为两边的运动员加油 来 好漂亮 好可惜在底线的再次的一个失误 如果这球有慢性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鲍春莱刚才在近身的精彩的旧球 以及鲍春莱在随后被动的情况下 连续挽救自己的扭转被动局面的这么一种能力 鲍春莱你别看他个子高 但是他反应非常快 鲍春莱它务实了一点 它没有连贯 跟它扑下去的话 如果那个陶飞克再连贯起来的话 那个就给鲍春莱写大了 不够厚 这个质量不够 因为刚好推到的鲍春莱是正手 鲍春莱是个左手 刚好一推是 要是如果是一个正手握牌的球员的话 把这个球鲍春莱处理得非常好 但是恰恰相反 包出来是个左手 刚好是包出来的 哎 推着他正手上面来了 嗯 突击很快 又是在正手握牌的球员 又是在正手握牌的球员 就陶飞克漂亮 哎 在过渡城之后找到了机会 这个时刻被动掉对角了 嗯 这个经过多排以后啊 这个体力包装的 就是有点强加 嗯 这种争战的运动 却出来不了 现在比分很接近 嗯 两根都打得比较积极 这一局比较艰苦 应该是两个人拍摄多了 在这一段陶飞克的打法和技战 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我不知道 速度上面有加快一点 我看在速度上面啊 要加速 加速了一点 处理球方面比前面的质量也高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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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